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秋天我们可以种什么蔬菜 那么从现在到第一个冻霜日 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还至少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 往往我们的这个雨水比较充沛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约很多的水 而且空气没有那么干燥 这样的话就失意于一些叶片类的这种蔬菜的生长 另外呢温度比较适宜,地热比较高 这样有利于种子发芽生根 最后呢就是害虫比较的少 那么它们进入了一种产卵过冬的状态 所以呢虫害比较小 那么现在夏季还没有结束 那么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土地基本上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我们没有地来种植这些蔬菜 那么当然我的地比较少 那么可能地多的朋友不存在着这个问题 我们要在花盆里要先育种 那么育种了以后 等着这个菜已经长了芽以后 然后我们再挑选失意的地方 然后忍痛割爱 只好把目前已经进入尾声的一些夏季作物把它扒掉 当然我们要判断什么样的植物已经进入尾声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番茄 那么这番茄呢已经结了很多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在树上 在枝子上 那么一些还没有完全红 但是呢它已经不开花了 那么实际上这些在枝子上的这些果实呢 也不会再增大了 那么实际上它就是吸收阳光 吸收一定的空气当中的这种养分 然后呢 把它产生以稀 然后改变颜色 变红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把它全部摘下来 放两天就都红了 所以我们把这块番茄的全部拔掉 然后翻翻土 改量一下土壤 增加一些肥料 然后我们开始种 秋季的一些植物 那么秋季我们可以种什么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视频 就是八月份我们可以种什么 一个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去观看 那么我详细地介绍了 每个种子的这个生长 和什么样的蔬菜可以种 那么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可以种的是 萝卜白菜 菠菜 绿衣甘蓝 或者是辣椒 韭菜 生菜 香菜 莴桀 等等 你看我们上个星期 遇的萝卜种子 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 移到地里面去生长 这样的话 它们长得就会非常好 好 我们今天就把它移到地里面去 在我们移苗的过程当中 我们尽量的是带着它的根部的很多的土 最好是不要 那么如果不带土的话 它们也能生长 那么萝卜呢 没有那么娇贵 所以它很容易生长 而且长得都比较好 萝卜 注意我们在移栽的时候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话 给它们空间 让它们生长 那么 实际上有萝卜英子 也很好吃 所以 从现在开始 你赶快买萝卜种子 和秋季的种子 去育种 还来得及 萝卜比较够了 所以 希望大家 在秋季 也能获得一份收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 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